被誉为当代八大编舞家之一的 五个舞蹈剧场总监林丽珍 重演她15年前的经典作品《花神记》 她从一朵凋落的花苞开始发展 以一年四季演绎生命的循环 林丽珍说最莫章的《东窟》 象征了生命由死到生的循环 场上的每一件服装和道具 也暗示着生命的过程 一起来欣赏这一段《东窟》 花开花若 那已经到了花若的这个阶段 所以里面我就用了雪片落花 那雪片像落花 那人也像落花 然后用一支足箭 很孤独的足箭跟自己这样子 面对四空四支琵琶 代表那个四空 然后一直冻笑 然后所有的雪这样子笑 看着那个风景 已经到冬天了 所以最后她躺下去的时候 那个琵琶就啪啪啪啪啪啪到时候 啪啪一声 结束了 身体已经奔解了 听到那个意思 在那边还在走 在回溯到所有过去的一切 从一朵凋落的花苞发响 编武家林立真用一朵花的成长 四季更迭表现生命的轮回 东窟事实上就是花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转锐点 花神祭的最魔章 东窟 舞者成一成重现十年前的东霖 全是肉身崩解 生命终点最后一丝的气力 也连接其生命无尽的循环 看到整个花神祭的时候 其实我内在有很大的波动 很难用语言去谈 那是一种触动 里面的触动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生命中你看到一样东西 它会让你重新去触动你内在很深层的东西 东窟中舞者在漫天雪花中独舞 下了一片片都是由手工搓成的雪花 现在在后面他们还在搓那个什么 每一个人都好认真 不管你是博士还是硕士还是大学还是小学 全部都在搓怎么样 搓那个搓雪 只为了把雪最好的雪送给观众 肚子一切苦恶 摄立子摄不一空 空不一色 摄即是空 空即是色 每场演出前后 林立真会带着无垢的团员们 围绕演出道具一起迎送心惊 像是一种收心操也象征了舞团的凝聚力 以空还美学感动世界各地观众的林立真 获得第十九届台北文化奖 纪录片导演陈欣宇跟拍林立真十年完成纪录片《行者》 在跌倒中找到养分 你才能看到那个生命 有一种曙光它会过来 无垢从台湾本土的素材出发 却不受限于传统 创造出属于台湾的独特美学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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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